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開啟152好了 之前是151 現在152 那151跟152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之前是一個刮斧 那現在變三個刮斧 長寬高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的這個資料 Delete掉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OK 而且另外還有一點喔 這個長寬高前面的刮斧 他這個刮斧根本沒有發現 他這個刮斧跟 那個之前那一題的刮斧有點不太一樣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喔 你把它選一下就知道 它是全型的 OK 全型的話跟半型不一樣喔 所以呢 如果 要我們要 把什麼呢 其實這個 這一題應該可以知道它的規則吧 反正就是把長寬高刮斧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分別提取出來 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OK 那這樣怎麼做呢 你說老師我用Find 那Find的話呢 會有個問題 他Find的話會變成Find第一個OK 那可是你要Find第二個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再 從你找到的第一個的後面 一個 再往後找 才可以找到第二個 那他找第 第二個 要讓他往後找 那這個公式喔 不得了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 其實還有別的方法啦 也許你們可以試試看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快速解決 提取長寬高到這三個格子裡面的這個需求 一樣啦 如果你沒有 答案的話 你可能就要變成 點兩下 然後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哇那不得了了 OK那資料如果多的話 那這永遠做不完 試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 畫面我先還給各位一下 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現在蠻單純 因為他位置都固定 所以其實 當然如果位置固定的話 這一題其實倒還蠻好處 你去用MID就可以了 MID的話呢 抓這個資料嘛 第幾個字 123嘛 所以應該是3嘛 總共還好長度也一樣 所以就剛好三個字 所以如果 這樣抓到125嘛 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有沒有 長的部分就OK了 那寬的話呢 他的位置可能 就要再算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一下 因為長寬高的公式其實都差不多 只有位置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就是這個的位置 那當你算過來 123嘛 這個寬的話應該是 456789 應該11吧 我亂猜的 11不對 因為為什麼 11好像會切到35 所以變10就好了 OK有時候其實會偷懶 反正先輸入一個嘛 你看一下這個結果 好像 差一點點 那就把它改正過 OK 按確定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這個公式的話呢 一樣把它貼上 然後這邊一樣我習慣是貼上之後 再移到MID 再按一下這個 他會直接 直接再幫你把這個公式的這個 視窗 調用出來 那我是覺得 那個Office裡面的eSale 他這個功能調用視窗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其他Office就沒這個功能 他就只能在這邊輸入公式 不太好 那個 預覽一下 如果你要預覽像這個 我亂猜啊 比如說剛剛是11嘛 昨天猜15好了 15好像已經到哪裡 到高 多 17 對 你看高 這個兩不要 所以再加兩個 17 有沒有 我是覺得 這個預覽的畫面 對我來說還蠻幫助蠻大的 為什麼 可以不用說一下子馬上一定要 知道 很精確的位置 那我只要預覽 這個有 那我就知道OK了 有沒有向下填滿 所以這樣的話呢 其實是解法 1 那你說如果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這個密的就很簡單 其實公式只有差 位置不同 3 10 17 這是方法1 那如果方法2的話 其實還可以想到什麼方法 以後如果 以這個來看 還有一點就是他的 文字的位置都固定 那我們如果說 如果是固定 如果不固定的話 可能就是要在找他的特徵 比如說刮虎的位置 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他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可以 利用有個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叫做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的話也是 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 他主要是針對 你有一個範圍的資料 你要做什麼樣的剖析 剖析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資料剖析之前 你要先跟他講說 你的 你要剖的資料在哪裡 那我要剖的資料 是 B2到B B8嘛 記得喔 選的時候一定 不要選到B1 因為B1沒有要剖嘛 所以你要把你要剖析的資料 選起來 好啊選 記得選 B2到B8就好了 OK 好那第一步 不過我還是建議 可以 記那個快速鍵 有沒有要放B2 Ctrl Shift向下 OK 為什麼一定要特別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 假如以後變成劇期的話 那如果你選到B8 他固定到B8 可是如果你將來資料會增加嘛 那他就會停到B8 可是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下 他就會自己追蹤到最下面那一列的位置 我是覺得 這個 算細節啦 好第一個 先把你要剖的資料選起來 第二個的話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這個功能非常重要 OK 所以資料裡面有一些功能 像 像篩選這個也蠻重要 像 其他像資料驗證這些啦 如果你對於這些不熟 我建議有機會可以稍微了解 因為這個之後都還蠻會用到的 好那資料剖析要怎麼剖 其實你會發現 他針對那個資料的剖 有兩 兩種模式 一個就是說 你要按照的是哪一個固定的符號 所以如果那個符號 假如說像這個鈍號有沒有 他有固定的鈍號 那其實也是一個可以選擇的 項目啦OK 那因為以這一題來看他好像位置都固定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選第二個選項 OK所以這個你可以 針對你那個資料 去決定說你到底用哪一個方法 那以這一題來看剛好他的 寬度都固定 那我們可以選固定寬度 然後下一步 那 資料剖析有一個 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說你可以跟他講說你要怎麼剖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一個詞 你可以在詞上面點一下 他會多一條線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他就幫你畫一條線了 那這個線的話意思是說這個資料我已經把它切開來 所以意思是說我後面資料要的話 那你可以在 125的5 後刮 後刮 你們後刮戶的地方再點一下 這個時候他就幫你畫了兩條線 那兩條線裡面的資料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再把它點一下 然後這個高的話也是這樣點一下 但跟各位講一下 有的時候你可能沒有點那麼準 可能你點歪了 比如像這樣 點到這邊來的 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移動他了 這個線的話 他是可以被移動的 或者是說你假設 點點歪了沒關係 反正就再移他一下 他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OK 好 所以我們畫了六條線 剛好 就是把我們要的那個三個資料框起來的意思 下一步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其實就已經幫我把那個 資料已經劃分成很多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要的 其實只是這個數字部分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 把那個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所以你 不會入此欄 這個不要 OK 這個要 跳過去這個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不會入 這個要 這個不要 OK 這個也不要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不要的部分 先把它 剃除掉的意思 所以留下來剛好就是這三個 1 2 3 這三個要放哪裡 你跟他講目標儲存格 幫我把它放在 C2的位置 所以記得 目標儲存格記得要選 C2 好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三個 分別放在 CD 因為有三個 所以剛好放三檔 OK 試一下 最後按完成就OK了 試一下 完成 不過他會出現說這邊已經有資料 是不是要取代 這筆資料 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這沒資料 為什麼他 跟各位講 Esser裡面 只要連裡面有曾經做過公式 或放過資料 他就認為那邊有資料 但是你說是沒有啊 他反正那是Esser認為的 OK反正你把它蓋過就對了 OK 確定 有沒有資料就過來 有沒有發現 他就幫你把它剖過來 所以 順便學一個資料剖析這個功能 OK 資料剖析的話有記得兩個方法 我們剛剛用這個 你在畫 總共六條線吧 然後最後目標儲存格放在這邊 那當然如果你做完之後 當然我也希望說可以把這個變成程式 那程式的話 我們剛剛錄製聚集好了 所以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有按鈕 按下他之後 自動就幫我把它填滿 然後再多一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它清掉 那當然呢你如果不會寫沒關係啦 用錄的總會吧 OK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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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